釣魚它必須要有政府的地調證 才可以來進行登島釣魚 它這個釣魚也有規定的是 你想要重溫一下的一種才繼續把它放回去 前面有個輪胎頂住礁石之後它跳上去 現在算是最小的時間可以看到它長好 即刻在最深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會經過有兩個海津洞 這兩個海津洞非常適閉 就稱之為走蝕洞 或者叫做走蝕洞 那知道以前呢 你用最盛行的是什麼走蝕洞 它在哪裡走蝕洞 它就會在地洞穴的地方 它這洞穴裡面呢 常年乾燥 它們會把東西搶乾淨 它買家來跟進去拿去從 那這裏呢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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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相並在一起喔 感覺很像啊 有的人說很像鋪頭的鋪魚 那就是要讓大家各自補想 那是一樣呢 左手邊這裡 你看你知道 往西點鐘方向喔 環了西點鐘方向 看過去 哦 幫西點鐘 盤了西點鐘方向 對 這樣子有沒有 很像一個人說 像鋪魚螺的眼睛 那這裡呢 那裏呢 這邊我幫助說有走蝕洞 它是深度差不多一 我們會經過一個特別的膠石 這個膠石叫做機器膠 過了機器膠之後我們要用錄影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大象它是一瞬間的 它猜像哪裡呢 猜像我們是用你的大象 就會看到一個大象在吸水的樣子裡 所以這邊這一塊膠石就緊張 過了機器膠之後 手機那用錄影的方式錄像我們的基隆羽 用一個大鼠體 就會看到有隻大象在那 好來喔 那仔細看喔 我們現在其實慢慢澄清我們的大象的樣子 我們傳染再數下來 好 大象的位置 趕快拍趕快看 因為沒有辦法停留太久 它這裡會把我們推著走 有沒有 我們其實海域上的兩隻大象都看到了 一隻就是我們的橡皮椰 一個就這麼丟的大象喔 對 有沒有 橡頭線向著你鼻子在吸水 海域這裡沒有辦法停留太久喔 因為洋流會把我們推著走 對 對 好像是上那個浪子 然後 我們就按了一個機器往前啊 你知道嗎 你突然從前到 我們就要等那個 就是我們的小基隆羽 小基隆羽 然後我們拍一頭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剛剛請大家 有很多力啊 有個往上爬 都非常的厲害 好 哇 那個島都有人在叫什麼 其實我們記錄就是大家講的啦 每個角度喔 有像什麼 就讓大家各自想像 這就是大事的還是警官啊 你看 那你們會看到 讓空太遠走 那你會看到 我們手邊還有一塊膠石啊 那這塊膠石啊 它很像是二月五的樣子 那螺錢 那看它很遠的 就在上面這樣 就有了 那現在可以看到喔 帽子鱼 那他們這樣上到 我們有浮潛 那其實如果他們要上來釣 或是有進步測的話 我們才可以上來釣 那他們釣魚啊 也是我們說他的 他要有正鋪頭髮的 雞釣 他們才可以上來進行雞釣 那另外呢 我們其實這裡 每個都喜歡一個叫做 呼吸雞釣 喔喔 都非常適合 來 那開口 大家就可以看到燈塔 那我們的燈塔 我們剛剛有上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從來面上看 然後我們它 裡面的燈塔 有什麼不同 那當然剛剛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100相線條紋 那大家要知道 剛剛有沒有仔細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燈塔 我們的燈塔 它是呈現八化型的 八化型的 非常的特別 其實很多東西 它都是遠處狀 遠處狀 它是呈現八化型 在100相線條紋的 100相線條紋的 那我們的右手邊 來 轉個頭 右手邊 這是我們的小丘 船的右側 這是我們的小丘 其實這種天 剛好我們在走的時候 上去剛好沒下來 下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下雨 那邊那個步道 很多人都很怕說 欸這樣走 會不會很難活 就是會 但是我們在走的時候 也是非常的強壯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左側 那其實等一下我們 Joyne還會上一個 什麼像基牛 所以很多人都說 欸 Joyne為什麼每個角度 看起來都會有不同的樣子 那基牛角 就是蠻好在前方 夾到這個尖尖的地方 然後等一下有個角度會非常的好 可以把你的 然後我們的登山步道 還有燈塔 還有那一支 最上面那些青蛙 都會拍起來 來 那我們就往7點鐘方向 船的7點鐘方向 這樣拍過去呢 你就會拍到整個 Joyne整個卒體 然後你就會看到 登山步道 冰海步道 還有我們的燈塔 都非常的漂亮 再來我們就要經過 我們叫做西銅海海 因為現在實際沒有太大的波紋 但是這裡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非常特別的地方 兩個洋流蝙蕉間的地方 也是離我們台灣本來最遇一遇的地方 它距離我們河滨坡地到只有3.3公分 好 來仔細看 這7點鐘方向 趕快拍過去 可以看到我們登山步道 非常地漂亮 你看看連線喔 然後 往這段上去 往這段上去 看起來 你就不知道 你喜歡 你喜歡的出來啦 然後再來往往後方 你看一下我們的 只有你上方呢 就有霧蓋的感覺 如果這時候上去呢 真的會有點天氣糾糕 那我們就跟他 說 希望呢 我們還是有機會在啦 因為每個季節啊 每個感覺 都會有不同的樣子 像現在還有花蜜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白蘆花 那再過一段時間呢 其實就叫做 花蜜 小花 很像青森花的一種花蜜 那我們現在 反正說 用手邊來看 反正用手邊 因為我們這邊 剛剛你都看過了 我們要往右側 遺忘